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佛遵法行圣僧 直至菩提永归命 我已所修诸善根 为利有情愿成佛 作为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现在我们学习到第一点 先标蓄体的第一部分 就说明了佛陀在真如同体的状况下 而生起了大悲心 因为众生都是因痛苦 直到改进 因为改进就会增长智慧 如果法得当 因为这个智慧 可以了生死 寻找到痛苦的根源 解脱一切痛苦 所以佛说一切法 都是因众生而起大悲 因大悲而发菩提心 因菩提心而成正觉 这个通土法门 都是如此的用功修行 释迦佛之所以给我们介绍 净土法门 也是因为佛陀在 同体的本分式上 启发了无尽的大悲 因为大悲而给予 种种的方便 这个种种言教 种种辟语 种种言词 广言言教 他预令众生呢 能够回归本性 那最好的方法 就是这中间 以佛的大悲因众生而起 那众生有什么样的病 他就想什么样的药 来对质 前面我们学习了 佛陀之所以 生起大悲的原因 是因为他有同体 就是佛法所说的大悲心 不是可怜一个人 觉得他很可怜 而是看到他跟佛一样 他自己不知道如此而已 所以我们 对任何的人 进行帮助的时候 内心不应该有 丝毫的傲慢之心 总觉得别人很可怜 我比他稍微好一点 如果觉得好一点 那也是仿佛的分别心 真正的本质 是没有好一点的 他也没有差一点 就是同体 才能够生起真正的大悲 这个需要我们在生活中 不停的去锻炼自己 那么接下来呢 因为有大悲心 所以要开启教门 第三是起教 第四是要门 所以开启教门 大家看这个字 尚导大师的著作 上次学习到 随缘者 则皆蒙解脱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原文 让众生占众 取物之者难民 虽可教义多门 凡或无有便朗 欲应伟提至情我今 乐欲往生安乐 唯愿如来 叫我思维 叫我正受 这是起教 就是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人齐情 有对积的人 他才开启这个法 如果没有对积的人 当然也就不会去说这个法 要不然就嫌佛话多 那说难众生占众啊 为什么就是前面所讲的 佛以大悲心观察一切众生 本来都跟佛一样 可是现在呢 又轮回商有了 那佛陀以法语大悲灌注给众生 照理说佛教我们 我们应该接受 我们肚子饿了 人家哪放给你吃 你应该吃才对 可是我们 这个业障深重 叫 永迦大师说的 这个鸡逢王上不能食啊 病欲一王争得财 就是肚子很饿的时候 突然遇到这个皇帝 赐给你的玉仓 太好吃了 一下子就不敢吃 那些穷的 连饭都没得吃 很穷困的人 突然给你一个 请你一个吃这个国宴 那么丰富 那么高档 一下子就不敢下手 吓得自己不行了 这个生病呢 病得很苦 突然遇到医王了 这下子反而好不了了 这个医王的手 很厉害的 手到病处 我们对自己 也没有这个信心 不敢相信 我怎么会有 这么大的福报呢 一下子 你看本来是一个 业障深重 毛病很多的 想改善自己 就改不了的人 突然一下子 怎么会成为圣人呢 想不通 遇到这种好的事情 常常自己心里不敢承担 很多人听了佛法以后 也知道自己 这颗心就是佛心 有时候偶尔体验一下 相似的体验一下 但怎么都不敢相信 怎么都会相信自己 还是个业障仿佛 这也深重 所以然众生佔重 就自己把自己障碍住了 取悟之则难明啊 就算开悟的人呢 取悟就是 对于修正还没有经验的人 取悟 获取了悟道的解悟的人 这样的人呢 他其实也很难明白 佛在无尽大悲中流露出来的 到底演的是哪出戏 他也搞不懂 就是很多学禅宗的人 以为禅宗是最高明的 那净土宗 他都很不屑 为什么 上导大师要这样说 就是那些修禅宗开悟的人 他都很难明白 净土的这个道理这么奥妙 取悟之则难明 虽可教义多门 虽然呢 佛讲法使众生得利益 就教化众生得利益的方便法门非常多 但是仿佛由于迷惑无知 所以无有无便懒 就是普遍的都把它拿过来学习学习 看一看清楚 这个是不太容易的 这仿佛啊 我们自己的能力承受力都有限 难以承受 这个佛所说的教义多门 那么这里面 特别检取了 启发这个净土法门殊胜的地方 说欲因唯提至情 我今要欲往生安乐 这个是遇到了这样的殊胜的因缘 这样的因缘 什么因缘呢 是唯提西夫人至心恳切 这个曾请佛陀 我现在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安乐果 这是遇到这样的一个缘分 这之前呢 唯提西的这个故事呢 前面已经讲过了 因为遇到这样的外缘 他想请佛 请示佛陀 我一定要往生西方净土 为愿如来 叫我思维 叫我证受 这是相信了以后 所发的这个愿 就是我想用功修行了 我怎么去想 我怎么去感受 这是祈教 就是祈请佛陀 能够给我们一个好的教导 在唯提西夫人的祈请 后面是要门 上大大师接着说 然娑婆化主应其请故 即广开净土之要门 这个时候啊 娑婆化主指的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呢 就因为这个委提西夫人的齐请 所以就广开净土之要门 把净土法门的要点呢 很广泛的把它打开了 这样一打开以后 力顿全收 根基的力的顿的 这个高低胖寿啊 什么人 什么善根 都能够 在佛的教门中 得到受益 那后面这个要门看啊 就广开要门 说安乐能人 显章别异之宏愿 这是良土世尊 这个娑婆 教主化主释迦牟尼佛 因为委提西夫人之请 所以广开净土的要门 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打开这扇门 通向净土 而安乐能人呢 这个能人的人啊 应该是仁慈的人啊 能人就是寂寞 就是释迦牟尼佛 就是释迦牟尼 也就是代表佛的意思 我们看这个人 很能干的人 现在变成能人 那安乐能人 应该是仁慈的人 就代表佛陀 是安乐能人 当然用这个人呢 也没什么太大的错误 就是佛是最能干的人 在安乐国 能这个释迦牟尼佛能够 显示 这个彰显出 别意 这宏愿 就有点 与其他的诸佛菩萨 与通土的法门 这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别意 这与意有别 那么这个宏愿呢 就是指的四十八大愿 就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与其他诸佛的愿 有所区别 这个 因为这个区别 所以建立了 建土法门 成为特别的法门 而其他的法门呢 基本上 所谓通土的法门 都是相通的 这个特别法门呢 就是特别巧妙 巧妙到你能用就能上路 就能用功就能受益 而不用像这个 其他的教门啊 需要把道理研究清楚 研究透了 你慢慢用功才会受用 而这个 净土法门呢 你什么道理都不懂 但是你只要有信愿肯建 你就能够受用 所以这个呢 是净土法门最为殊胜的地方 所以是别意者宏愿 要门到底在哪里 其要门者 即此观经定上二门事业 真正要门啊 就是定门和散门 定上和散上 定上二门 就是你心里很安定 休息禅定的时候是定门 你心里很乱呢 也有门 这个散门 这个散门 定门 而散 定 即西律以宁心 散即肺恶以修善 这就开始这个净土法门 把通土法门的教理啊 融塞在净土法门当中 实际上我们平常所谓的修行 也就是诸恶莫作众上奉行至尽其义 世俗佛教 这个诸恶莫作众上奉行 就叫散善 就是你不干坏事 多干好事 多干好事也是散乱心去干 没有一件散 这个好事不是散乱的心去做的 因为你一做好事 你用脑子也得动心 不动心 你傻傻的在那里傻事都不会干 所以多用心多发心 有这个菩提心以后 职业操劳 每天精精不屑 不管你是拜佛也好 烧香也好 磕头也好 扫地也好 洗厕所也好 还是未常住干活也好 所说的一切都是散了 一散乱的心去做 那这个散呢也叫散 也是佛陀所开的要门 如果这个门不开的话 很多人都被聚在佛门之外了 就是连做好事都不乱做了 只是修习禅定 那么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 一开始就没有禅定的功夫 你让他修禅定 他根本就修不了 所以对于修不了禅定的人来说 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 让他去多做一些事 他每天有事干 不做坏事做好事 做好事呢就身心安定 做多了以后呢 这境界就慢慢地提高 在这个人间能体会到生命的不停的 这个生命的层次不停地提高 这也是散的这场门 但是定门呢稍微就难一点 说定即吸律与宁心 把这个思维考虑啊 分别心啊 都要把它停息下来 叫吸律 吸律也就是静律 这个吸律呢 吸是当动词 就把你的律给吸下来了 你的多律了 想多了 这个想法把它停止下来 如果是静律呢 它是把这个妄想停下来以后 还要去考虑 它指的是指光 那这里的这个定门呢 它指的不是指光 是特从指来说的 所以要吸律 就所有的考虑把它停息了 不是静律 是吸律 这个静律 静和律是两个概念 静是个概念 律是个概念 静下来我保持清醒 那这个吸律呢 则是把你的妄想颠倒停下来 至于是不是保持清醒呢 后面有句叫凝心 这个心要凝固在那里 不动了 这就是我们做产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长修方法 就是当我们的心 能够凝固在那里 不动不闪不乱 不割裂 不分离 不分别 你这个心就不会受伤 不受伤呢 你的心的力量就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大 所以那些打坐坐的好多人 你看他这个眼神啊 炯炯有神 你光看过来 就像有穿透力 就看透你的心 但如果你的自己的 这个心很散乱啊 这个眼神啊就 一看出来 就每天感觉没睡醒 无精打采的 那个眼神一点穿透力都没有 就是你 你根本连自己都没看清楚 还看别人 没能力去看别人 就当你的心完全宁静了以后 他就有这种洞察力 这个洞察力就是一种智慧的提高 所以这个心不能散 心一散啊 人的这个心跟 那个中国古人讲 这个人有三魂七魄啊 这个心散掉啊 这个魂魄就散了 所以有些人你看他这个 这个人很落魄 就他的这个精神就不会内敛 都散掉了 这每天当心受怕 当心外面 这个当心外面的一些境界 或者当心自己未来的人生的方向 这个想来想去呢 把自己的脑子散了 这个散了以后 他的精神就不会内敛 精神不内敛呢 他的内心就没有这个能量 都很缺乏 所以做什么事情会很累 做起来呢 这个一个人胆子也小 然后这种人 他的生命力就非常弱 生命力弱了以后 他痛苦就会多 就不堪承受的 这个生个病啊 或者别人说他一句啊 他就受不了 就是力量很差 如果他的精神内敛了 不外散了 他这个能量就很强大 所以他把别人能看透 把事物能看透 自己心安理得 因为这个人生生老病死 都被你看透了 就虽然你现在还年轻 但是死的时候该折磨死 折磨死你都没问题 反正知道总要建火葬场的 就你把这些全看透了 心里也就坦然了 心一坦然呢 他这个力量就很强大 就不容易受伤 也不容易受苦 遇到什么他都能够迎刃而解 所以这个修定力是很重要的 就是净土法门也有 特别是这个观经啊 上导大师就判他是定善而上 就是定善和善而上 定善就是平时要稀虑临心 就是所有的思虑啊 考虑啊 不管对的错的 尽量把它停止下来 不要过多的去消耗这个脑力劳动 脑力劳动把我们这个脑力就消耗掉了 那尽量不要动脑也不要动心 这心呢是慢慢的是内敛很宁静 散散的是肺恶以修丧 这个散散的是有动作的 是有行为的 就是把我们的恶的行为 把它做废掉 把它报废掉 不要把善给报废了 要把恶给报废了 就是打游戏要报废了 不能打游戏不能网 不能这个做一些对身心有伤害的 比如熬夜啊 这个无畏的一些烦恼啊 或者跟别人生气啊 这个贪生吃的这些 种种无聊的事情啊 这个我们要不停的把它废掉 这些不废掉呢 它都消耗你的能量 就是你的这个生命力啊 都被它消耗光了 到时候做正事呢 就有气无力了 所以恶事不做坏事不做的人 他做正事做大事呢 他有这个心力能把它做下来 如果这个坏事做多了 心力消耗光了 那他的这个真正让你做正事的时候 反而没力气了 就不敢当当 害怕 怕自己出差错 怕自己这个前怕难后怕糊 这个叫做故右胖啊 这个张前顾后 自己呢就没办法安心宁静 所以这个定善和散善这两样呢 都可以修 散善呢是外在的善 是别人能看得见的 别人看不见的那个是定善 就是 所以真正会休闲的人 别人看不见的 你坐在那里 也不一定算是定善 坐在那里最多算是散善 就是你有行为有动作 我们往上我们的座场坐在这里 在这里心定下来的就算是定善 你心不定坐在那里 老是打妄想 东打西打 还巴不得那个时间赶紧早点到 时间不到好像心里难受 所以修行有时候很麻烦 开始修行是为了珍惜时间 好好地锻炼自己 结果你如果定了个功课 每天就巴不得这个两个小时 怎么还没到还没到 老是盼望这个时间到 赶紧下班一样 就是变成完成任务 这个修行有时候修着修着 变成完成任务 那本来呢 你是要通过这个时间来 调整自己的心态 调整了以后 你的心就内敛了 这个能量也聚集起来了 这个心力足了以后啊 生老病死的事情也不畏惧了 那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 对最深来说 你再改善自己 但是由于你的这个内心的心力不足啊 就是做下来用功的时候 心神散乱 就往外扩散去了 所以呢 这个生个病啊什么的 就有气无力 其实这个身体有气无力啊 算不了什么 每天大家都是吃那么一点饭 喝那么一点水 都差不多的 关键是他的心力也没有提起来 就你的心力没有提起来 你的身体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就有些人他没有欲望 他对这个世界说难天一点是欲望 说好天一点其实是没有希望 就是你对人生没有希望了 不希望自己能够变得更好 不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利益众生或者成就什么 然后这个希望没有了 他背后的力量就被他抽空了 所以做什么事情呢 别人叫你做也不是你的希望 所以你做的会特别累 比如叫你去扫个地 你也没想到说 哎呀地扫不扫都差不多 干嘛要去扫啊 那你就没力气了 你如果觉得这个扫地扫了好啊 有功德啊 那也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帮助的 这个好事情我应该去做 他力量就会很强大 就是这一烈心也没有被欺发出来 没有欺发出来的心呢 他就力量没有 被欺发出来了 这个他就有力量 所以这个赏上呢 是外在的给别人看的 对别人有实际受用的 把自己的这些不良的习惯呢 改过来 这个定上呢 才是更重要的是你的核心 就心能够开发出来更高的智慧的人 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定力 就是你的心神要注意力要集中 心神不集中 连写字都写不好 那练书法的人 那字如果心如果散了 那个字写出来一看就是 就是败笔的 或者是已经飘起来了 那练字也知道 就你只有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收回来 就在笔尖 就在你的手上 你的心什么地方都没想 就在那里 那个笔写下去 那个形状再难看 他笔力气在那里 就做人也是一样 就你也没有力气 就你的心也没有收回来 心收回来 他就有力气 心没有收回来 他心闪掉了 这个不能小看这个心 就这个心 他永远是你生命的 取之不亡 用之不解的 这个最宝贵的财富 就是你这个心 所以这个心能够启发的好 你就是个好人 启发的不好 你就是个不设好人 这些心看你怎么去启发 所以赏赏 赏赏就是 废恶以修善 所以这个观金的定赏二上 也概括了我们的 整个佛法的 这个诸恶莫作中山奉行 至今其义 所以废恶以修善 就是诸恶莫作中山奉行 回诗二行 求愿往生也 回诗二行 回就是回向 诗就是前面所说的定赏和赏赏 把这个定赏和赏赏 这两种行为 回向求愿往生进途 这就很厉害了 这个为什么是厉害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去引导啊 你仅仅是做一个好事 你背后的这个方向 还只是在这个世界 比如说 父母亲 想要这个家庭很美满 每天起早贪黑的很辛苦 去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他的目的呢 也就是把这个家 孩子拉扯大了 觉得自己的日子 过得好一点就好了 他所有的想法 都在这个家里面 那么就算他 成就再高再大 他的生命也就圈圈在这个家里面 像一个圈一样 圈在这个家里面 他没有别的出路 因为他的心里面 没有想到别的出路 他只是想把这个家弄好一点 那用力多了呢 这个家也会好一点 因为他毕竟力量用进去了 可是这个家什么时候 能够永远在那里吗 不可能的 你在死亡的时候 这个家就上了 有时候我们还没死 家就上了 就是你每天要 也不可能一家人都在一起 那这个东奔西跑 每个人一分开 这个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这个同样的心力 如果你没有回向西方 你的力量就放在这里 就只是行善 就好像我们这个前面的 受五戒的前面四戒一样 就杀盗盈万这四条戒 这四条戒 你如果做得很好 持得很好 如果你没有受佛的戒 你平时不杀身 不托到不邪音 不万语 那你就是会得人生 但是永远成不了佛 就五戒你持得再也 再精 精致的 连一个念头都不会出来 妄想都不会出来了 你也成不了佛 因为你的心没有引导到 把你这个优秀的生命 引导到那个方向去 你没引导 就像我们这个车 没导航 没导航你的司机是听导航的 导航都不说已经到达了 他就不动了 导航叫你在这里打圈圈 他就在这里打圈圈 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念 就为什么佛法的修行 都要发心 都要回向 发愿 回向就是回因向果 回事向理 回至向他 就把我这个生命回这里向到那里 回至向他 就回这里向那里 所以要回思而行 把这两种行为 这个赏上的行为和定上的行为 来求愿往生 所以以这个力量 使我趋向于往生净土的质量 如果你没有赏上 这个一个人养成了恶劣的习惯 恶劣的习惯是因为他有贪嗔痴太重 就是你被困的太多 所以贪嗔痴它是被困的 你对这个五蕴 色受想行时 这五蕴 只要有一丝的贪着 你这个贪着在这里 那你的生命的绳子就捆在他这里 所以你贪财的人被贪困住 贪色的人被色困住 贪眠的人被眠困住 就你的生命一直是被他困住的 你有什么东西在内心中不能改善的 你就被那个恶的那个势力就捆住了 那么你改善了以后呢 你的这个生命你向往哪里 他就往那里捆 所以我们最好把我的心就交给阿弥陀佛 就你所有的行为都导向于极乐世界 那赏上如此定上也是 所以你如果打坐做个市场八定 市场能做到都已经了不得了 那个八定就更难 因为市场是社界的 市场无社界的才是八定 就是市场加市空定 市空定是无社界的 它什么样子都没有 一切摄像都没有 身体也没有了 只有思想 只有活在思想的一个非常空旷的 思想的状态里 那个比起我们现在的状态里 那不知道好多少倍 可是如果他没有发愿往生净土呢 等他那个定的那个状态 定的那个力量 定定到一定的时候 他定力也会慢慢的消耗掉 等这个定力消耗完了 他所谓的天府想进了 他就掉下来了 所以这个二行一定要求愿往生 就你想到往生的时候 你的力量才是早向净土的 那我们现在如果在这个世界 听经文法 每天上展望功课 我们内心就是把这些所有的功德 都回向净土 那就是赏上也往生净土 那如果你打坐坐得舒服一点 刚刚打坐结束出来 我们也念一下 或者你不念 你心里也想到也知道 我要求愿往生净土的 这就是一个定善 这两善 定善二善 回思二行呢 都要求愿往生 这个叫我们的性 这药门当中 要生起这个性和愿 前面是性 后面是愿 这个愿是怎么发呢 如大经说 一切善恶凡夫得生者 莫不皆称阿弥陀佛 大愿业力为真善原也 这个大经就是 无量寿经里面说 一切善恶凡夫 这善的恶的凡夫 都能够得到往生 就你的愿力 这个恶的凡夫 就是过去造了很多恶业 然后你现在恶业虽然没消除 我们恶的习气毛病烦恼 这个业的种子都还在 所以一切善恶的凡夫啊 能得生西方净土的 能得生西方 莫不皆有 就是没有不是 趁着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为真善原 这个大愿业力 这个业啊 是什么业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造业 我们每天在造业啊 这个造业 修净土法门也是在造业 但我们现在的造业的行义 它的概念呢 有点偏 我们认为造业 好像那个业指的就是恶业 你这个人造业啊你啊 指的是造恶业 如果他造上业说你这个人造业 你现在就不高兴了 我造什么业了 你造的是上业 那你在那里念佛 你造业你 那为念佛还造业 念佛是造的敬业 这业有恶业 善业 敬业 这三种业是不一样 业其实就是行为 行为啊 就我们的这个身口意 这三业 这三种行为都会形成力量 你这个嘴巴怎么讲的 讲着讲着你就讲习惯了 这个声音很大的人 他也会讲成习惯了 声音很轻的人也会讲成习惯 就是所有的行为 都会在你的生命中留下 影像 这个影像就是你下一次 启动他的时候 他就会 对你起作用 这个业子很厉害的 丝毫都不会算了 就是你念一遍经书 念一遍你戒不住 念两遍 那第二遍念了 比第一遍其实就加深了印象 他就有力量 第二遍还记不住第三遍第四遍 就一直念 念最后他就记住了 就是记住了一开始不会做 但是你念多了以后 你天天念的念的 你慢慢的也就会去做了 所以他这个这个 这个身口意这三叶呢 不管你愿不愿意改变他 他都会对你产生作用 如果没有修行的人 他就凭自己的摊成吃的那个感觉 跟着感觉走 这些感觉给他带来的很多的习惯呢 并不好 比如抽烟 他的习惯不好 但是他不抽又受不了 什么原因 因为他的抽第一根烟的时候 其实只留下一点点很轻的一种夜袭 那第二根烟的时候又重一点点 然后他抽了很多根烟 他这个已经上瘾了 你想再改变他 他的力量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去身边的人呢 那些人为什么会好啊 那些人会坏 有些人他就喜欢这个 啰哩啰嗦的 有些人他就喜欢干干脆脆的 什么原因 就是他这一身 或者他这一身还没有太大努力 他前身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 就是所有的习惯 所有的行为 都会在他的生命中成为一种力量 这就叫做业力 然后呢 这种业力又推着你 面对外境的时候 你采取什么态度 还是背后你那个业的力量推着你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修养好了 他对着外境他都很有修养 保持这个修养的状态 这个修养的状态呢 推着他越来越有修养 那如果他的修养的人 背后有时候也是没修养的 那他这个遇到失忆受不了了 他一下子就不要面子了 什么都都不管了 因为有些人 这个修养人呢 你在寺庙里面看上去 好像一个修养人 有时候在师父面前来看上去 又谦卑又恭敬又什么都好 面对其他的人的时候 那这个阿修鲁的面目 就马上表现出来 那有些人就经常跟我说 师父那人在你前面装的 他在别人面前他就不会这样子了 我想他能在我前面装 说明我这个圆比较好 圆不好的人 他在你前面就不给你装好的 是装给你装坏 装坏他就坏得远 当然装呢 有装的这个力量 那装久了以后他就变成很虚伪 别人就看见了 他是这个心口就相违背了 装了他心里不这样想 所以那些人这个 活着很累 是因为他在别人面前 要装 他如果不装 他就养成了那个习惯 他就不累了 他觉得带人接物就是这样 连到来 我也对他也很客气 也很尊重 那你打心里面就对他尊重 就好了 那就不用装了 所以有些人以为他装 这个装装也装成习惯 那个装的力量又起来了 所以这个很麻烦 所以这个业的力量啊 是非常可怕 就这个世界 所有的力量都是业的力量 当然也不可怕 因为如果没有业的力量 那活着干嘛呢 没有业的力量就活不成了 就我们只有能活着 还是因为有业力 没有业力活不成 就是阿鲁汉 他不要业了 他觉得这个业太苦了 好的业也苦 坏的业也苦 所以他所做一半不受后有 就他把后续的那个 让他流转生死的那个业 直接就给你断掉 所以他修行就不停的为了断业 消业 把这个业要消除 那消到消到呢 他就没有这个业了 没有这个业 他就没有力量 没有力量 他就不来轮回了 所以说不受后有 这寂静灭盘啊 那怕他不来轮回了 他的生命好不好 他不来轮回 他的生命没有业了 没有造这个轮回的业 他不只是没有造轮回的业 他也没有造净土的业 所以他也成不了净土 这个时候佛就骂这些 罗汉交牙败种 他的牙已经败了 已经交了 已经长不出树了 开不出花 结不出果了 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坏到底了 已经坏到没有东西了 当然对轮回来说 他已经解脱了 可是他自己的生命 已经彻底没有力量 所以如果诸位不想轮回 你也可以观想一下 你已经彻底没有力量 你已经转不动这个轮回了 不想转了 就让自己的心 连这个妄想也懒得打了 打妄想也是业 有些人说 师父我很懒怎么办呢 不想做事情 特别是不想上早课 早就不想上 觉得太懒 我建议他 我说你不够懒 你要懒你就再懒一点 你怎么不够懒呢 你连不想上的 那个想法也不要 不想上的想法也不要 你一打膀马上就起来了 因为不想上的 他就随这个业 就是这个圆是什么样 他就是什么样 所以有时候修行 你要是关注一下 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 有时候你心里 什么想法都没有的时候 他反而做的是最好的 就是他随这个圆 就像这个水一样 随圆则圆 随方则方 怎么样做都行 因为你没有什么想法 这个时候你的心反而自在了 就不会被困了 如果你想要这样子 又不要那样子 要选择 这个选择呢 把自己选择 自己选择会选择后悔掉 比如说觉得自己难 这边呢 这个好事也没做 没做自己又后悔 因为你选择了偷懒 偷懒就没有好的结果 那没有好的结果 你看别人好的结果了 自己又开始后悔 后悔呢 你又不改 那是都是随这个业 所以每一个孽头啊 生起来 它都会有力量 每一个孽头 就是你不起心动孽的 坐在那里也会有力量 就养成了这种 定的这种力量 这个讲话喜欢张扬 喜欢这个不务实 不讲实话的 或者呢 喜欢这个夸大其词的 这些都是有习惯的 就每一个习惯呢 自己如果发心去观察 就你仔细地观察 自己到底明白了没有 就是对于这个心性方面呢 也是一样 就是你去体验这个心性 起心动孽 不起心动孽 因为不起心动孽的状况 非常多 一孽不生了了分明 非常多 就是所有的禅定 都让你专注 装注的那个时候 都会感觉到自己 好像没有起心动孽的 但实际上呢 他的孽只是很威胁而已 他还是有在起心动孽 那只有灭尽定的人 他这个轮回的孽没有了 像世古罗汉一样 那轮回的孽没有了 他这个分段的生死没有了 变异的生死他还是有 就他的生命还是在变化 即便是入灭尽定了 他的灰身灭制了都没有了 他过去无死结以来 所种的那个叶的种子 还在他的阿拉耶什当中 只是被覆盖住了 那在覆盖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有一天因缘成熟了 他被启发出来 所以按大乘佛法说呢 他们还是可以回小象大的 就小乘阿罗汉还是能够回小象大 因为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只是被压抑了 因为轮回太苦 他不愿轮回 然后他通过合理的方法 把自己轮回的这些心念 业障啊 把它消除掉 他不再轮回 但是他的过去的那些种子 还在里面 如果你有大慈悲心 大菩提心 然后那些力量被启发出来了 然后你就看哪个是你亲人啊 哪个是你朋友啊 你想想就赶紧去找他去 找他就为了度他 一度呢就有效果 所以他这个回小象大 还是有这个原因的 所以这个在轮回中有上业有恶业 解脱轮回之后的一切菩萨 一切大乘的这个三生圆满的佛陀 就是法生报生和化生 报化二生能够圆满的 这些佛陀的境界都必须要有敬业 没有敬业他成不了净土 没有敬业成不了净土 所以罗汉他不要业 他善恶也不要敬业也不要 他不要业他就成不了净土 就他只在涅槃偏真涅槃里面 没有净土 有净土他就有庄严 有义正庄严 所以这个灰身灭之士 没有义正庄严的 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是大乘佛法 是解脱道和菩提道都到达的 就是因为他和莫波皆称 称着阿弥陀佛的大愿业力 这个大愿的业力 大家看到这里以后就记住 就讲业力不是什么坏事 这个凡夫的业力 都是以欲望作为业力的推动者 这欲望 所以我们现在所造的一切恶业 上业恶业 不管你造什么业 你的背后就是我 这是我 就我要 我要修行 你就开始造修行的业 我要解脱 你就造解脱的业 我要解脱轮回 你就不造这个轮回的业 就是背后都是我在干嘛 我在干嘛 所以这个我问题很严重 你修到最后 你发现那个我 这个我修了半天 后面的力量推着我 推着我 推到最后 这个后面的力量 要把它断掉 这就很难断 你要开车一样 车这里在路上跑 这里不要有油 油不给它加 你这里又跑 这里又不给它油 你怎么加呢 你怎么跑呢 所以我们现在呢 现在我们这个 有我值的防护修行 其实有时候也很滑稽的 我们这里又想破除我值 这里又想把这个我 变得更好 就是这里又我值 又更严重 是不是这样 你看那个修行的人 我值都很重的 什么原因 这里你又想修行 你修行的时候 那我不要我值了 那我也不吃饭 也不睡觉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不要你又修不成了 所以你又把这个我 要养起来 要养成一个强大的自我 强大的自我 那这里又不要我值 这里又把这个我 养得这么强大 那怎么办呢 你不养你又 你又早死 你要养呢 你又我值又更坚固 所以修行很不容易 它到越到后来 你发现那个我越强大 我这个我的感觉 越严重 越严重 那如果你一开始要多做上事呢 养成一种另外一种力量 并存的力量 也就是说 这里我要变得更强大 更好更厉害 那里呢 我要处处为别人考虑 为别人着想 我不要这个我 把我降得很低 很卑微 很低到地下 就是对水呢 都觉得水 像印观大师说 人人都是菩萨 唯我一人死是凡夫 对别人都很恭敬 都觉得别人比我好 那这里一方面 把自己放得很低 其实你放得越低 你背后的那个我 又越强大 那这个很麻烦 所以修行修到最后 很多人会修错神经病 他受不了 为什么会修错神经病 就他这边我值强大起来了 那边那个德行啊 道德品行 他没有加上去 就是因为道德好的人 都把自己放得很卑微的人 你不要说 那个道德很高 名气很大 那个人很厉害 其实他什么时候 都把自己放得很低 一直很低 放得自己都不如别人 把自己放得很低 这个时候他的道德就很好 所以道德好的人 他不容易错事 不容易错事 但是从历史上看 道德变得很低微的人 也容易错事 那些邪教啊 那些外道啊 邪教当然他背后 有一些自私的那种心 可能很强大 自我的很膨胀的人 容易变成邪教 就是伤害别人 他不惜代价去 让别人受伤 这个是邪教 但是很多外道 其实很了不起的 从事件来说 你看那么多宗教 几千年的 那现在很多人 学了一些外道 他也会很感动 什么原因 因为他把自己放得很低 这边放得很低 那边呢 又是我是世界的主宰 我是上帝 就是他把那个我 变得那么强大 这边呢 他又变得 我是替你们受苦 被钉的十字架上 我也没有愿意 你看他这个两极 到了极致 所以呢 这个外道啊 很多外道 他背后的那个我子 就没破过去 就最难的难度 是在那里 那么伏法呢 这一点问题呢 它是解决掉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发菩提心 要成佛 要度一切众生 要把自己变得特别强大 强大到谁也不如你 你要觉得众生的事情 都是你的事情 发菩提心 就是众生的事情 都是你的事情 变得特别强大 另外一部分呢 你要知道众生都是佛 众生都是佛 都是无我的 那个我还不能有 你这个观念上 先给它慢慢地化解 化解到最后呢 其实 这个外道跟佛教 最终的区别在那里 就外道那个我 大到极致的时候 他好像爬到那个台上 他下不来了 他永远高高在上 所以变成一神论 这个神啊 他就是唯一的 最高的神 他高大到那里 他不下来了 下不来了 但是他品行好 所以呢 他还是会接地气 很多人会相信他 看上去觉得他好像很无我 其实他那个我标的特别高 那么佛呢 是希望我们 这个 一方面发的菩提心也是最高大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你看到你这个 身心的本质上的那个自我 到底有没有 如果你那个本质上 那个我还有 你就是外道 就是我间的外道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那个本质的我真的没有了 这下你圆融了 你从那个最高的地方向下融化掉了 所以佛法的圣贤和凡夫的分水岭在哪里 就是凡夫到了最高点 飞翔飞翔出天 达到最高的 就是六道当中最高的一层天的最上一层 最高层的这个层 如果他那一列我直没破 他就高在那里 就是外道 就是外道 他心外求法 还在外面还没回来 那一列透过去看见没有我了 这个时候他明白心的真相了 所以我们这个心到底咋回事呢 这里又高的不得了 那又低的没有层 连一个尘埃都要低 实际上是大小包容圆融一切 就你的生命高到极致 低到极致 大到极致 小到极致 都到了极致了 没有一丝一毫在心外之物 这个时候你的心才圆满了 佛法要看见我们这个心是这样圆满的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呢 就让我们最直接的 最快的方式去修这个净业 不是修恶业也不是修善业 虽然观经里面把它判为定善和善善 但实际上呢 它是净业 净业呢 它包含了这个善业在里面 就定善和善善就包含了这个善业 而这个涅居阿弥陀佛你看 一方面它高到极致 就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相应 阿弥陀佛是果得的佛 是已经究竟圆满的佛 所以你一方面这个心要跟佛相应 那是大到极致的 所以我们一想到阿弥陀佛已经接应我了 我跟阿弥陀佛的怨海融为一体了 所以这个心啊一下子就到了极致了 就高到极致 我值非常强大 大到极致 而另外一方面呢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连老太婆都会念的 也没啥本事 就是最最简单的 就是当下的这个妄想 我打一个阿弥陀佛的妄想就够了 它就是又是低到了极致 所以这个心啊实在是太圆满 它高到极致也可以 低到极致也可以 我们大家错就错在 总是抓住了一毛一零一脚啊 就凤毛零脚啊 我们抓住了一根一层 一点点一个妄想呢 就跟这个较劲 就好像你看到一大海水 打一勺水跟这一勺水较劲 然后你大海水给忘记掉了 认为这海水就是 这个大海水你忘记掉了 你抓住了这一勺水 然后觉得我最勺水就是大海 你又错了 你说我最勺水不是海水 还是错了 怎么都是错 什么原因就是你没看到这个海水 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业力 就是跟凡夫的区别啊 凡夫是以我值的业力 我值的业力叫做欲望的业力 因为有我就有我所 就我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的你就错了 所以我想要当上帝也是错的 我想要当老大也是错的 我想要十方法界当中 就我最厉害也是错的 所以你要有这个我在了 一定会我为核心 所以高到了极致了以后 他就下不来 他低不来 因为他把我放得太大了 那只要没有我了 你就低到底了 所以破除我值才是圣人 这一点我们是这个佛法当中 是跟其他任何宗教都不一样的 只要你明白这一点 我们再修道路上就知道 就你现在哪怕低到 只是一粒灰尘 你还不够 因为这粒灰尘还是我 你这粒灰尘也要把它低得没有了 这时候你够了 所以我这个佛法要说谦卑 那是没有人比佛更谦卑的 那谦卑道他讲一切众生都是佛 那不是谦卑道底了吗 但是有个外道就说那是佛没自信 佛说一切众生都是佛没自信 他说你看我们老祖宗就有自信 说就是老大我就是唯一的 他以为他有自信 他说高在那里下不来 所以这个并没有明白这个生命的真相 是因为他高在那里 所以变成外道了 那我们仿佛的这个我值在 所以叫欲望的业力 有这个欲望的业力之故呢 我们就推动的生命往前走 所以如果你每天想消除这些业障 你就把这个我值消除掉 你就看到这个自我 你不停地看看 有一天你就看见真的没有了 然后你在生活当中再去体验 在体验当中你发现还是没有了 这巴不得好像已经一把火把你烧成灰了 你怎么办 这烧成灰了你 你想法也没有你的 因为想法也是缘起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缘起的本质就是信空 就是没有 那你彻底没有了我了 这个时候 你那个欲望为我为中心的那个业力就消除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愿力在 就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心 这就是菩萨的愿心 所以大乘佛法一定是以愿力普度一切众生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阿弥陀佛也是称阿弥陀佛大愿业力为真上缘 就是我们是以自己的这个欲望 然后以这个娑婆的五欲六成为真上缘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很难 为什么以五欲六成 世俗当中我们不用话说了 他们都以五欲六成为神圣的终极目标去追求 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里面呢 我们常常也会在那里说 哎呀这个寺庙盖的多漂亮啊 然后那个人做了多少活啊 今天做多少事啊 你躺来躺去全是五欲六成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你哪怕在修道当中 你看你这个我这没拿掉 还是眼睛盯着都是五欲六成的东西 还是照着这个轮回的夜 就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 仿佛以五欲六成作为我们的真上缘 所以你修行修着修着 爬上去修了很久了 发现弄了半天落入外道的这个魔圈里面去了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了 你又落入名利的这个世俗的兴趣了 所以怎么修你都不对劲 你不修呢 不修你就更麻烦 那修着修着你又变成 真面独立了 变成对世界的道德的标杆了 这个还是坐在向上 所以在这个世界难 在极乐世界呢 它是阿弥陀佛大愿的这个业力 作为真上缘 就是外在的缘分啊 外在的条件 它驱使你 以愿力去度众生 所以花开见佛物无生来以后 整个西方极乐世界的 它的价值体系就告诉你 无我利他才是你生命的义 而我们这个世界呢 大家都要把我变得更强大 才是你存在的义 所以这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这个真上的缘 后面是反节 反节就是反过来问 说又佛密意红生啊 教门难晓 三贤十圣 父侧所亏 宽我心外清茅感知子趣啊 这是感知子趣啊 后面还有 杨为世家此方发钱 弥陀既彼彼国来迎 彼患此前 其容不去也 这是外在的缘 这个缘就是为什么 阿弥陀佛的愿力的真上缘这么好 说佛意啊 红生啊 佛的密意啊 是佛讲法的真正的义趣啊 太高深了 我们根本无法知道 这教门难晓啊 佛教八万四千法门 教法汉牛冲动很难知道 三贤十圣呢 这个三贤十圣就是圣贤了 就是凡夫以外的这个境界 有那么高 我们大家又是凡夫 你那个我真没破啊 连出国罗汉在想什么 他是怎么看世界的 我们都不知道啊 就你教理哪怕全部背下来了 那个出国罗汉 他怎么看世界的 你也不知道 当然我们有时候 学教法学一学的 突然有一天你也看见我了 你发现哦 你才知道了 原来出国罗汉是这么看的 当你能发出这么感叹的时候呢 就你是出国罗汉了 你不是出国罗汉 你发不出来这个感叹 也只能站在这个世界 觉得这个理论非常好 所以看我啊 何况 这个佛教法这么深 何况我呢 性外亲毛感知之觉 什么叫性外亲毛呢 就是我的性 还是没有进入罗汉圣人的境界 还是这个心外 在心之外 就心外求法 在心外相信 这是真心啊 不我们还只是 凭这个妄想心来信心而已 所以我们还在性门之外呀 不是真正的进入心内 我们还在心外 我们的信仰的力量啊 就轻如红毛 这是你的性 真是一小阵风就把你吹跑了 那何况是这个这个八风 一般说八风吹不动啊 哪里八风吹不动 这个特别是木法时期 我们大家品的那个信心 有所真是 那一个人干一件坏事 就把你信心击垮了 有些人说这个信佛教 看看有一个外道 或者是一个不信佛的人 一个假和尚干了一件坏事 他就他就不信佛了 他觉得现在的和尚都很坏 你的信到底有多少力量 基本上信外轻毛 轻如红毛一样 比毛还轻 就稍微一点夜风吹过来 自己就不知东南西北了 那么这种信呢 说敢知子趣 我哪里敢知道 我哪里有能力知道 这个佛的子趣啊 佛的意思在哪里 佛意那么深那么密 我怎么会知道呢 就很难知道 那很难知道怎么办呢 养为 为养 就唯独只有仰望世尊 这释迦牟尼佛啊 此方发钱 此方发钱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方 在说谱世界 什么叫发钱 就发配 遣送 把我们在这个世界 发配到极乐世界去 把我们遣送到极乐世界 那释迦牟尼佛本来说 哎呀你在这里修行啊 是挺好的 你看这里也是我的净土 我们在这里一直走 一轮回又不知多少年了 那释迦牟尼佛在此方就发钱 这个把我们发配到极乐世界 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没你呆的地方 三界无王一路火灾太苦了 你不要在这里呆着 但到哪里去呢 把你遣送 遣送到哪里去呢 此方发钱 说弥陀记彼国来也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呢 来迎请我们 迎接我们去 阿弥陀佛在这里 在那里迎接我们 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后面 屁股后面脚踢我们 把我们踢过去 只有这样子 叫比唤辞前 阿弥陀佛在呼唤我们 释迦牟尼佛要把我们 遣送到极乐世界去 在这样的情况 岂容不去也 还容得你不去嘛 如果你还不去 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 连释迦牟尼佛 这个遣送我们 我们都不去 你死呆呆呆在这里干什么呢 呆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 是非人我当中 爱恨情仇当中 一天到晚都在妄想颠倒 也不知道干什么 就是这个放不下 那个看不开 一句话也受不了 一件事情也受不了 生老病死也受不了 总是在这里追求来追求去 人情面子啊 各种各样的 总是让你的心在这里牵挂 那你挂在这里 你就挂了 挂了多少次也挂在这里 十尺生彼 十笔生尺 这个天上人间轮回不息 所以这个苏普世界是如此的 一个状况 那么佛的悲心又那么大 他起的窖门又那么深 能够信愿的人呢 就能够往生 而阿弥陀佛跟释迦四尊呢 这两土四尊 这个一唱一和 一个在那边接 一个在那边送 你说这样的情况都摆在我们面前了 我们如果还不去 那你怎么办呢 最后总结 说唯一可情心奉法 必命为期啊 舍此会生 既正彼法性之常乐 此际略标题 续提经 这个上道大师说啊 在前面看 我们的同体 佛的同体大悲 开发教门 让我们起信发愿 梁土四尊 如此的安排 我们唯一可找的路 是什么路啊 唯一可情心奉法 情就是精情不懈 这我们唯独啊 只有精情不懈 不能懈怠 奉行佛所教导的这个法 必命为期啊 就是我们最期的生命结束为止 就到此为止了 不要再轮回了 不要再延续下去了 后续不要再 这个生死苦海中 这个颠倒 这毕命为期 这一生 至于我明天死 还是一百年以后死 都没关系 舍此会生 这一期的这个 污秽之声啊 充满了各种的烦恼 各种贪心痴 各种的这个 被外境所困的 这样一个 误会的烦恼 充满了身体 一定要把它舍弃掉 那这轮回我之的这个 我之之声 由于我之而 产生了这种的 各种的贪欲 由于贪欲呢 在这里继续造业受苦 这一切呢 只有我情心奉法 把它舍弃掉 舍弃此生 这是这个轮回的这个生命 把它舍弃之后 要避命为期 这情心奉法避命为期 舍弃之后怎么办呢 既正彼于法性之常乐 这极乐世界啊 是法性之生 法性之土 所以有些人说 极乐世界是化成 一定是不懂法 为什么 上道大师也说了 你看极乐世界是 常乐我境的净土 常乐我境是大乘佛法 回小向大之后 就是誓枯誓容 誓倒 我们仿佛是誓倒 是颠倒 常乐我境 我们以为有常有乐 有我有境 其实全是颠倒的 我们搞错掉了 这个世界是没有 常乐我境的 所以呢这个罗汉一看 没有常乐我境 那我就苦空无常无我 这苦空无常无我 它就不再轮回了 所以呢它叫誓 誓枯 就枯萎了 那一枯萎 生命枯萎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大乘佛法的生命叫誓容 这一碎一枯容 容是什么 充满生机啊 充满繁荣的景象 所以只有净土呢 才是充满繁荣景象的 它的生命 因为从空出甲 真空出妙有 这缘起法 一法不舍 因为缘起的当下就是性空 所以明白了性空 又明白了缘起 缘起最清净的就是净土 净土最圆满的就是极乐净土 所以这个上导大师才特别的 把这个标题标出来 说舍此会生 即正比法性的 常乐我尽的净土 这是这个净土法门 在一代教门当中 所表现的这个法意 是如此的 阿弥陀佛